7个人不幸罹难 没想到才短短过了22天 佛州当地同一个地区 又惊传有一栋公寓的楼顶 发生了部分坍塌的一个现象 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 这一栋三层楼高的公寓 屋顶已经大片的崩落了 甚至就连建物的主结构 都是摇摇欲坠 好在是紧急的疏散住户 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只不过到底为什么公寓 会发生严重的坍塌呢 相关单位还要进一步的调查